风云齐出苍皇变广 剑在仙上不得不放 云为云武三方天下 丁止庆祝可以吻吗 可以吻吗 难见做个屁挂上帮 阿王大也不是空荒 男儿碰撞一段花花 百年人生瞬间光荒 生瞬间光荒 塞北秋风烈马 江南春雨兴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还我一个太平天下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还我一个太平天下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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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将军 令你立即召集五百虎奔甲氏 随我前往客管 吴将军 令你调进六碗精兵 囤育城外 待命攻杀新野 宋将军 命你封锁靖州九门 严加防范 不准一人一计出入 遵命 刘皇叔 刘皇叔 皇叔 公子 公子 为何深夜到此 我说 容小舌先问一句 皇叔今天与我父亲 单独相会了吗 是啊 端午节嘛 明公召我喝酒 席间可谈了什么 明公问我 立世子之事 我说 废长立游 自古便是取乱之道 多谢皇叔直言 不过 这话也给皇叔 引来了大祸 怎么 景生兄会杀我吗 不不 父亲却不会 但蔡猫要对你下手了 今晚将军府灯火通明 蔡猫正在调兵遣将 皇叔 赶紧离开荆州返回信业吧 多谢公子相救 不过一礼 我是景生兄请来的 我总要回禀过明公才好走 否则 岂不是失礼 生死关头 皇叔还顾得这些虚礼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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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搜 抓住刘备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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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仔细搜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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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们这边 那边 快点 快点 那边 拿住刘备了吗 将军 防射空空 李卫全都搜遍了 没有发现刘备踪影 刘备明明就住在这里 咱们就不见踪影了 带管主来 严上来 踪影 走 快走 刘备哪儿去了 兵将军 这二更天的时候 刘备突然冲出客馆 骑上马就走了 什么都没说 没说 刘备突然冲出客馆 路过去 好 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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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经败业的 这里为何聚集这么多的虎喷甲事 主公 末将挺关注禀报 说刘备在二经时 冲出客馆 匆匆跑了 末将身负安慰大任 刘备又是主公的贵客 万一有个闪失 末将最不可赦 所以末将带兵前来探查 是这样吗 是 是 当来 拿来 数年徒手困 空队旧山川 隆起池中雾 成雷遇上天 主公 这是反尸啊 刘备不甘心做荆州的池中之物 他这成雷尚就消啊 我对他人之一尽 他却心怀抑制 看来 真是想谋取我的金州啊 是 我非出调查不可 主公 此事出书不堪 不想选择笔墨 再者 我也从来没见他写过诗啊 主公 刘备肯定心怀意志 否则 为何连夜离开荆州啊 末将已调集兵马 我定有详查 此名回应 没有听见吗 你们都看他干什么 我是 这是金州之冲 你们没听见主公的禁令吗 马上收兵回应 快 收兵 昨夜我们赶到客馆之后 刘备仓皇逃命了 我们扑了个空 此外 我请命攻杀新野 主公也不准 看来 主公是不是怀疑我了 当然怀疑了 主公深夜回府 进门就大骂 荆州城内暗藏奸贼 气得他差点吐血 那我们怎么办 别慌嘛 侥幸的是 他大骂之后 竟然旧病复发 我看哪 这十天半个月 他是不能理证了 可是主公病好之后 还会追究此事的 这是当然 不过 我可以让他的病 好得别那么快吗 我已经吩咐府医 让他用药当心 一方面 要让主公好生活着 另一方面 要让主公病逝不紧 所以你有的是时间 抓紧办事吧 姐 你若是男的 该当军师啊 女的又如何 女的就不能到荆州之主了吗 呃 呃 试试 我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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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黄叔相迎 公子客气了 客馆相救之事还要多谢你呢 对了 那日我不辞而去 景生兄打算如何料理之事 巧了 第二天父亲就救急重犯 不能下榻了 因此这事就割下了 那今日公子亲自到新野来 有何时吩咐 后天就是京香庙会了 此会每年举行一次 凡京香九军县令以上文武官员 均必须到会一带 今年又直到古大熟 庙会将更加隆重 一律父亲应该亲自出席 但他病重不会附会 便令我带他出席 好啊 这说明景生兄还是信任你啊 但我对父亲说 京香各郡官员多为我叔伯之辈 我年轻得伯 恐怕有如父亲之尊 于是父亲说 那就请刘宣德与你同去 他乃当今天子的皇叔 这份尊贵足够让官员们敬服了吧 不敢当 既然景生兄有命 公子又亲自出嫁 那我奉命就是了 多谢 公子请 皇叔请 京香苗会乃荆州府极其重要的证实 九郡官吏齐聚与堂共同义政 刘景生患病不能迁往 令我代为出席 我明日寄去 三五日归来 列位务必各守其职 不得大意 我不再使城中大小事 均由云长作主 孙命 哥哥刚刚死里逃生 好不容易离开了荆州 还去那庙会干嘛 叫我说呀 这厌无好厌 会无好会 哥哥不去 如若不去 那就是对刘景生的失礼 人家好生待我 我怎能推辞 哪怕是有些风险 我也得去 我不能负了景生兄 那我跟着 为你护驾 三弟 你性情过于火爆了 还是 子龙随我去吧 遵命 神居啊 神居啊 神居 万毒挑一 先生会也 能敲出此马不凡 请问先生 遵性大名 平水相逢 不必通报幸福 我是否可以 细细看看此马 请 请 恐怕就会有血光之灾 敢问先生此灾能避吗 避也不难 尊家只需将此马 送给任何一位仇家 待狄罗马伤害那位仇家之后 尊家再取回自用称席 这样就避害两遍了 先生这是何话 损人利己伤天害理 此等事我是宁死不为的 人言刘玄德仁义 金剑果然哪 先生如何得知我姓名 今日京湘九郡四十二线官员欢聚于此 共贺道谷将熟国泰民安 家父音偶然微样 未能亲临此会 只能在荆州府中 向各位同仁摇乡致贺了 不处不倒置康护 谢党不死光临 家父特邀请来左将军宜城侯 也既是当今天子的皇叔 刘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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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自从踏进京湘地界那刻起 就深感这里天灵地秀 物胜民风 与曹军铁旗下的乱世相比 京湘简直就是天上人间啊 刘皇叔说的对 我京湘九郡本就是世外桃源 天上人间嘛 刘皇叔果然是个贤君子啊 是不是啊 是啊是啊 这里的这片太平上靠民工刘景生 下赖列位文武官吏 今日刘备受景生兄委托 特此前来相贺 请 王宋秦 子龙 你也下去陪他们喝杯酒 祖公 子龙有护甲之责 还是不喝的 这些都是冷地官员 我们不想久居此地 就必须以礼相待 再说 你案件在此 也不好看吧 快去 遵命 王叔 再下敬你一杯 你们听着 刘备此行 只带了赵云一人 及五百军士 你们立即把神庙四周 够围上 带我号令一下 马上冲进去 如有人问 就说刘备勾结曹操 谋取荆州 主公命令斩杀 这一回 绝对不能让他再逃脱 出品 来 来 来 公子 先干 先干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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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敬你一杯 好酒 好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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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我这辈子颠沛流离 东奔西跑 总是在逃避 我能不能不逃了 听天由命吧 我就在此恭候 看那财帽能把我怎样 皇叔 你是个仁义贤明之君 早晚必成大业 如果叔叔就死 岂是大仗不所为啊 再说了 你一旦死 荆州肯定会尿出一场血光之灾 官征赵三位将军 必会找我夫妻复仇 到那时 财帽和荆 也会把我害死 之后 恐怕连我父亲都难逃厄运了 公子说的是 快走吧 不要惊动任何人 立刻离去 公子保证 将军你看 都被跑了 给我追 追 快追 公子 我家主攻了 将军不必着急 皇叔已经走了 推 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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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够来 走 滴龙 滴龙 今日方无悍 蔡将军 我主公何在 你家主公吗 他已经越到对岸去了 不可能 这西剑如此之高 没有马克越得过去 将军说得没错 可刘备却越过去了 你为何带兵马来 九郡四十二线的官员都聚在襄阳 我身为荆州上将 岂能不来护卫 你快说 你把我主公怎么样了 我并没有把他怎么样 如果不信你自己温留位去 让开 赵云 你家主公现在生死未骨 你想厮杀吗 你想厮杀吗 留意 我还能不能够 温度 我没有保存 我已经想厮杀 你江津 你算什么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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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升突转高亢 必有英雄窃听啊 老朽无名 别耗水晶 在下刘备刘玄德拜见水晶先生 是刘皇叔啊 幸会 将军的坐骑如此神俊 可将军的衣着却有如此的狼狈 想必是刚刚脱险吧 先生慧眼 动若观火 在下被人追杀 陷马于无里外的河西坚 追兵张弓搭剑 我以为必死无疑 万极之中 不料这匹狄鲁马 腾空而起 越向对面高雅 我才得托此难 侥幸 侥幸 若果真如此 那老夫我更要祝贺你了 为何 那条河西 名叫潭西 想当年 楚王项羽 曾在那里 屠杀了三十万秦国降兵啊 整整杀了一个月呀 真是血流如河 头颅如山啊 潭西 足足冲刷了好几年 才将他们 冲进了滔滔乡江 可想而知啊 那溪水之中 埋葬了多少英雄壮士 又积攒了多少冤魂亡灵啊 也只有刘将军你呀 剑马谈息之后 居然还能腾空而起 拖死他难啊 我的天 将军 是应该感谢苍天啊 哦 这下还有水酒树坛 将军若不嫌弃 吃剩几杯 压压惊误会 多谢先生赐酒 请吧 将军 依你所见 经周刘表的前途如何 刘景生 将收皇兄 贤德仁义 智勇双全 定能担当得起 忠兴汉业的大人 将军啊 将军所言 怕是连将军自己都不相信 你是碍于情面 不忍直言其短罢了 那么先生以为 景生兄前景如何呢 刘景生 外有强敌 家有内乱 文武离心 将帅不合 经周迟早落入他人之手啊 在下是 有苦难言 先生则是 一语道破 年来 这京乡各郡之间 盛传着一首 童谣 其末两句是 最终天命 有所归 西中盘龙 向天飞 刘将军 不觉得 紫瑶 正应了刘将军 今日谈膝月马呢 最终天命 有所归 西中盘龙 向天飞 先生啊 我并未见过 多少年来 屡战屡败 我 我这等人 真的能成大业吗 这世上啊 英雄不少 可他 胸有大智者多 成习大业者少 为何 因为 你想要 一飞 冲天 那总得 有两只羽翼 相助吧 也就是 文武 两义 将军是 武强 文弱 其部下 关羽 张飞 赵云 都堪称是 万人敌 可是 孙前 简庸 弥方等杯 均无 金国 济世之才啊 所以呢 将军 只有一只羽翼 将军 缺少的 是一位 仰观天下 胸有韬略的 军师啊 先生说的 急事 请问先生 那这样的军师 我何处寻求呢 是有 卧龙凤厨 二人得一 便可安天下 卧龙凤厨 此二人何在 请先生指点 天机不可谢 将军见谅 先生 刘备 即使得不到 卧龙凤厨 但若能 请先生出山相助 那也是三生有幸啊 老朽年迈 来日无多 只有 与这青山绿水相伴了 将军莫及 迟早会有 强过老夫 十倍者相助于你 只待 十运 吧 十不来 运移不至 十来 万事顺遂 运移啊 多谢先生教诲 来来来 吃酒 吃酒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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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是原池啊 你不是收刘婊之约去青州了吗 沿河深夜到此了 在下失去了一趟青州府 但刘景生此功啊 虽有善心 却无大事 图具虚名而已 两天不到 我已看破其短 刘婊喜善 而不能用 恨恶 又不能除之 外不能遇将士 内不能治家政 我料他早晚自现喜货 我怕刘府强留于我 我便星夜离开了荆州 嘘 轻声 轻声 我这里另有贵客 王军 贵客何人呢 在下大梦初醒 左将军刘备拜伤 原来是刘皇叔啊 缘分 缘分啊 先生 是你 敢问阁下 是卧龙还是凤厨 区区在下 既非卧龙 也非凤厨 在下姓徐名术自原之 刚才我在里面 听先生所言 一语便能道破 刘景生之弊端 即使不是卧龙凤厨 定然远胜卧龙凤厨 万不敢当 在下与卧龙和凤厨相比 犹如繁星 比于昊月 先生太过谦虚了 玄德所说不错 但凡才华超群 经轮满腹者 往往偏作谦虚 请吧 请吧 请入座 皇叔请 皇叔请 我久闻刘皇叔仁义 那天归借狄鲁马一试 果然是 县上说 狄鲁马房主 果然一语中递 当日 我便献马谈心 差点宿命 狄鲁马 方得懂寻常庸主 却方不懂鸣工 我离开荆州时 顺路访查了心野 在乡下已有民谣了 唱的是 心野木 刘皇叔 字到此 鸣封足 我听后甚是感慨 因为阁下 祝心野刚刚一年 就有如此功德 真是仁义之君 感召天下 阁下 无论是荣是衰 也无论是胜是败 总会有民心相随 去之 民谣所畅 便是民心所想 而能得到民心者 距离得天意 也就不远了 宣大军 你这是为何呀 刚才 言之所言 是刘备此生 听到的最动心的 但也犹如一把利剑传心呢 痛且快哉 原质先生 刘备不才 想请你出山 担当我的军事 以便早晚哨教 在下财石穴漏 万万当不起如此大人 民宫领情他人怕 我刘备 二十多年 一直盼望能有先生这样的高师相处 可以说朝思暮想 今日能与先生相遇 犹如大汗风干脸 刘备叩请先生 相助我一弟之礼 民宫之义令我万分感动 但军事大人 我确实不敢担当 徐叔啊 刘皇叔如此将尊于贵 屈膝相求 已足见其成啊 你就答应了吧 否则 你那满腹经轮 怕是要荒废的呀 自古来 才是易得 明主难求啊 刘皇叔虽然时远不济 可他无疑是一位贤明之主啊 迟早会一飞冲天 成其大业呀 今日你俩在我导臣 今日你俩在我寒舍相见 也是天意使然啊 啊 刘备 奉先生为师 终生不改 徐叔 也许叔奉命了 好 好 先生快快请起 二位相识 真是天地焕然呢 可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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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子龙 二位先生 是我不将赵云寻我来了 常山赵子龙 威名满天下呀 快请快请他进来 子龙 主公 子龙 你怎么寻到这里来的 末将找了一页 终于发现马蹄印 按照马蹄印 才找到这儿的 忠勇啊 难得呀 这位是水静先生 这位是徐叔先生 这位便是赵云赵子龙 曹操战败袁绍之后 当需休兵一年 以求囤积良享 军信 之后再挥师取天下 其兵封所向 必然只取荆州九郡 而我们依附刘表 驻兵新颖 自然是首当其冲 我料曹操大军起时 应在明年开春 以曹操用兵的习惯 在大军起之前 总要先着一支禁旅 攻入京乡 攻城略地 但曹操的用意 并不在乎此禁旅 胜负如何 战获多少 而是用这支禁旅 探查荆州的防务虚实 以找出敌军的薄弱所在 甚至找出 刘表兵马的优劣长短 昔日 我与曹操交战 曾有多少不解除 今日 听军师一言 豁然开朗 因此 我军当前要务有二 其一 请云长子龙各引一步 在新野城外三十里处 扎下迎战 云长迎为虚 子龙迎为实 二迎于新野 护城击角之势 而且虚实相应 已被曹军来犯 其二 孙前弥方继续招兵买马 扩充军备 以准备明年那场生死存亡的大战 军师说了半天 却没有说曹操那只禁旅 何时来犯 三十天以后 前后 相差不会一两天 干嘛非要三十日之后 我要是曹操 明天就供过来了 三弟所言及时 关某 虽然不像先生那样会算命 但也粗织兵法 兵贵神速 才是梁将 官将尽谦虚了 你深知兵法 早已堪称梁将 不过 兵者 应当顺天而进 不应当逆天而行 兵后天起 京乡一带将进入秋雨时节 长达二十 等地面风干 还需三五日 从许昌发兵至此 又需三五日 而曹操的禁旅 都为北方铁骑 总不至于 现在泥泞当中作战吧 所以我说 三十日左右 曹军必到 各位 快快遵从军师吩咐 分头行事 切记 军师所言 句句都是军令 遵命 遵命 此人 水战尚可 陆战无能 而与此同时 刘备 正在新野 召兵买马 扩军备战 一日作大一日 我意 即向 荆州用兵 攻伐刘备 大梦放绝 山川依旧 山川依旧 古战长上 几度春秋 路没有头 情不能收 然后 刘备 平生之 渊 封 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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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日的手 烈火飛舟 你必須回頭 將冬子的夜風流 不是紅也不是藥 一粒陰魂到永久 不是去也不是了 啊 往來再人間 與天地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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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間 與天地同首 和天地同首 與天地同首